新闻开始先来关注拉曼大学学院政府拨款的课题 财政部部长林冠英今天发文告表示 政府已经同意每年至少拨款3000万令吉 给拉曼大学学院校友会所成立的信托基金 以及一会级拉曼和拉曼学生 林冠英建立拉曼校友会尽快成立基金会 一旦基金会开跑 2019年3000万的拨款就会马上过账 另外再有3000万令吉将在明年转账到基金会的户头 林冠英说基金会成员必须是拉曼校友会 拉曼学生代表以及一名财政部代表 这个基金会不受政府马华或新盟政党干涉和插手 完全是独立监管政府的拨款 不过他表示 有关基金会只有在马华领袖愿意放弃拉大信托局 和行政局的拥有权以及管理权的前提下 才会下放拨款给拉大 林冠英强调 财政部设下条件主要是尊重国家公共拨款 不应该拨给政党掌控的商业团体、媒体、非政府组织 以及教育机构的基本原则 以杜绝贪污滥权和利益冲突